这个呢是江苏南京的一位小伙伴给小龙哥推荐的一个家乡特产 没错今天又是家乡特产系列 盐水鸭有没有南京的小伙伴 来集合了1000克 哇哦这只鸭子还不小呢 开点即时OK 我就喜欢这个 哎呦什么 哎你们闻一下什么味 啊闻到了吧 这个味道呢 好像生鸭子一样 那个味道 这个鸭子肉真的很紧实啊 嗯 鸭腿没有刚才那个闻着的那个味道啊 这个味道怎么说呢 有盐味啊 但是很轻的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味道 还不错啊 哇这腿呢也是紧实 有咬劲 然后呢也不干 哎不行了 我吃了一个腿 咸饱 这个鸭子呢没有那个鸭子本身的那个味道 像烤鸭啊会有一些那种鸭子本身的那种腥味啊 这个没有不错啊 这个时候再来点那个辣椒油 哎呀 没有找到辣椒油 来点辣椒面吧 这个辣椒面是那个我专门买的啊 就是吃那个小酥肉用的 香 这算什么吃饭 江苏鸭四川吃 其实如果你口味淡的话直接吃鸭子就行 剩下呢我打算拿回家让我妈老婆孩子尝一下 这个盐水鸭确实不错 但这个有点咸 OK今天呢是吃的是小伙伴家乡特产 南京的特产 盐水鸭 我记得南京是不是有毛袋呢 是吧 南京小伙伴集合啊 这个是不是你们家的那个盐水鸭啊 在下边留个言 我买的正不正宗 可以说一下 好吧 今天的视频大家已经想个想吃饭 或追见什么 可以在评论中介绍 我下期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